我要出去 让我出去 我要出去 你不能出去啊 回来 走 心意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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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按住他 快 按住他 走 按住他 别怕 好好啊 没准夹门似的啊 咱们去医生 这边都出去 快 按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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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子 你听我说 心意是你的女儿 其实 也是我的女儿 我已经告诉那天司令官 一定要抓到凶手 让你亲手杀了她 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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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去找 找到她 我就杀了她 先醒我 我现在就去找 老爷 老爷 小姐醒了 老爷 老爷 小岛军 你必须马上给我找到凶手 不管是谁 一个都不许放过 小岛军 为了一个中国女人 您何必如此多怒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她是曹华里的女儿跟女婿 我告诉你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帝国计划 你们难辞其咎 嗯 好吧 我尽快去找 不是尽快 是马上 立即 是 立正 现在自首还来得及 现在自首还来得及 我只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三十秒 还有十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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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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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走 走 解采 找谁啊 请问曹老 董事长不在家 不在家啊 别别 哎哎哎哎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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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她带回去 你看你这个伤口 再不换药就感染了 我说你怎么就说不动草话里呢 慢点慢点 哎 要不 让我这个君 亲自出马 哎呀 谁说也没用 我这老师啊 就是脾气太俊 俊 咱先来闻的呀 闻的不行 咱来伍的 根据地这事儿 咱们再也耽误不起了 哎呀 老钟同志 你看呢 是啊 司令员给了你们十天的时间 现在已用完三天了 我看谭院长 值得一试 什么叫一试啊 我这叫囊中取物 嗯 好 谭院长 不管你是文的还是武的 只要你肯出马 我这把经典的 不让您马拍撸子 就归你了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来来 到家了 到家了 啊 记得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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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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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馨姨 看看这个 喜欢吗 喜欢 这次是 别过来 不就强劲个中国女人吗 至于吗 你老子又不在前线打仗 你们能有今天吗 老子不怕你 来啊 抓我 来抓我啊 你们 干什么你们 都是懦夫 把握了 把握了 果然不出所谅 严加看守 知道了 好的 明白 知道了 找到凶手了吗 已经抓住了 审问确定后 执行死刑 死刑 萧道局长 从甲午战争以来 还从来没有为一个中国人 枪毙日本军人的先例 但现在这个例又破了 对不起 萧道局长 我只是服从我的上级 港村大教的命令 给我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钢村领刺 接港村大将 好 小岛局 刚曾将军 我是小岛今次郎 麻烦你告诉那点 他必须听我的命令 好 好 明白 小岛局长 我斗胆地问一句 你来天津 到底是什么人 连港村大将 都让我毫无条件地支持你 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 明白 我全力配合你的指挥 好 喂 嫂嫂 凶手抓到了 喂 嫂嫂 听到了吗 嫂嫂 嫂嫂 girls 老婆 位 老婆 好的 釁 首 嫂子 你来得真好 正在审理凶手 我代表我死去的女婿 和流产的孩子在天之灵 感谢你 应该的 我总得给老朋友 一个满意的答复 小岛军 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你讲 我要亲手承办那个凶手 好吧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答应你 但曹三 别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我们的心情 影响我们的友谊 一切已经过去了 还会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等着我们去做 曹三 我准备派两个人保护你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不需要保护 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小心点好 记住 金梅不是咱们天津展的人 好的 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怎么样 找到了 他现在还住在幸福里 他们家老爷子过世以后 他就回国接任了他父亲的职务 在变速机场当董事长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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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什么时候接触他呀 我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毕竟当年是我先不辞而别的 这难不倒你吧 总之这个理由不能太牵强 我得等到合适的机会才行 快 你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 他马上就回来了 待会儿他回来了 待会儿他回来了 你缠住他 我跟赵刚直接把他给绑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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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有人跟着 我打左边 你打右边 诶 别着急 干什么 别着急 等一下看清楚再说 好 老爷 干什么的 我找董事长 董事长叫我来的 不去进 董事长 董事长 你 进来 走 是这么回事啊 我女儿呢身体不太好 这个想找人照顾她 我呢在天津地面上不太熟 你也是天津老人 所以想麻烦你 不知道董事长 想找什么样的佣人啊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到底还要不要搞炮弹了 你也看到了 哎呀 现在警戒怎么变得这么严了 想靠近可没那么容易了 两枪就撂倒的事 你们就 怎么就这么磨叽呢 谭院长 你 请吧 我去找你 是不是 我可以看到我的 对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第一啊 曹花里的脾气非常古怪 还有呢 待人吝啬 胆小怕事 外号东郭贤 不过 听起来这姓曹的呀 不见得有多坏啊 你不了解情况 不要胡说八道 俺这不是 别磨叽了 黑子刚侦察回来 日本人对曹花里已经采取了保护措施 这更能说明 小岛一定是有事要求曹花里 到底会是什么事 让小岛从那么远的日本到这儿来 我也正在考虑呢 来 请 我决定了 要尽快打入曹花里家 现在谁靠近他都会成为日本人的靶子 这事还是先上上级汇报一下吧 咱们的人昨天晚上没有暗杀任务吧 没有啊 怎么了 看来昨晚出现在曹家门口的是另一拨人了 这里面有文章啊 你叫玛丽华 每回会儿都会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莫非 Valley 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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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φenza 你是个江湖郎中 常常在江湖上走 以后少说话都干活 各好各容一生 在我这儿别东砍西砍的啊 想问那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这身衣服脱了吧 卷毛卷毛给扔了 扔了 你给买新的 我家老爷买新衣服 就好比啊 给一个孩子买块糖一样 那么简单 我也看出来 你不就是这家的管家吗 还在这儿作威作福的 你最好别惹我 在这里边共事的 见着我没有不矮三分 没有不俯首天尔的 老爷怎么着 老爷怎么着 老爷我说怪的他 我就怪的他 新衣 你看看这是谁啊 这是爸爸给 好好好 好 这儿爸爸给你带了个新汉衣 你看看 新汉衣 别说话 好 要不你出去吧 不方便 我给你检查检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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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出去吧 不方便 我给你检查检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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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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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衣 新衣 行吗这个 这不行赶紧给他辞了 别把新衣给耽误了 辞了 辞了你能让他这么安静吗 我 他 这么多活我都赶不过来 我就说这孩子怪可怜的 我真听得到的 邪门了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叔叔 叔叔我知道你来天津了 他是我叔叔 他是我叔叔 叔叔 是我 是我 我来也救不了你 明白吗 谁都救不了你 你活该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叔叔 别走 我爸还等着我回馆 小岛局长 您真要枪毙自己的侄子 他惹的祸很严重 所以他必须得死 有这么严重吗 要是因此耽误了帝国大业 那死的就是我们 是 我们 是 你和我 我们所有的人 明白吗 什么时候执行 最早 后天上午 后天上午十点 我带曹火里过来 我带曹火里过来 什么事 找你谈谈 找我谈谈 找我谈什么 谈谈你 行了 什么也别谈了 你照顾好心仪就行了 去吧 去吧 副总 这个玛丽华都问你什么了 他倒是没具体的问我什么 不 我听他有时候说什么少爷 怎么着什么地呀什么 反正是说过 我这也接不上 反正是 这人怕睡点来路 是吧 我说呢 我睡觉就够晚了 我这还有时候迷迷噔噔的 没怎么睡踏实 我就看他出溜又出溜的 紧忙着什么 少爷这么着 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不睡 我盯着他 我倒要看看他晚上忙活什么 那倒不用 不用 我有办法 有办法 你什么时候站在这儿的 少爷在里面呢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头厅呢 头厅 不 你没关门呢 外边的人都说你是罕奸 我这不是好奇吗 我想看看您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不行你可以走啊 少那么死你 我觉得小姐人挺好的 我再暂时干一段时间吧 中野太郎 武师后代 曾带领自己的小队 击溃国民党一个营 在塔尔庄战役中 偷袭中国人的弹药库 创造了一首盛多的奇迹 特提拔为邵总 只因经历松散 总惹事端 被贬到天津 所以说夏琳让我去 相比这么一个驴剑战功的勇士 我怎么瞎得了手 可是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 港村宁次将军 是啊 所以很难办 其实也很好办 司令官 科长 格高科三组抓了十三太宝的老六 好 好 兵爷 在 回去马上嘉奖三组的人 谢谢司令 人在哪里 就在那里 我倒要看看 这个十三太宝的人 有什么三头六臂 带进来 带进来 也没有什么三头六臂嘛 和这样的人打了七年的交道都没有抓到他 兵爷 你们特高科 太失职了 是 七年 我们十三太保盯上来 就活不过七天 嘴还挺硬 兵爷 是 我说过 抓住十三太保的人 一行处置 司令官 不如 就让这个中国人 代替众爷如何 我 进来 小岛叔叔 小岛叔叔 我想问一下 那个犯人什么时候枪决啊 到底是什么人 大家都非常地关心啊 你说 嚼什么急啊 小岛叔叔 小岛叔叔 今天怎么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围着个案件心烦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真的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病了 有什么事啊 可能是因为曹华礼的事 着急上火 小岛叔叔 你这次来 你这次来 是不是专门来找曹华礼的 也不全是 对了 下次 有时间的话 多替我关心关心曹华礼 行吗 你这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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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岛君 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明天上午九点 过来接你 什么事 枪毙凶手 没关系 我再来 转手 再来 你这次来 多说 你这次来 你关心 别说了 不用说了 你怎么不带你们 别说我 怎么再来 不说了 不说了 马姐 来客人了 这位是 这是我给心仪找来的 照顾心仪的 叫马姐 会抗个病 是医生啊 不是 卖野药的江湖女郎中 马姐 心意就拜托你了 你忙去吧 忙去吧 那我先走了 没文化 乡下来的不太懂规矩 你 冲斥 你给我冲斥 好好好 我冲先 心意 你是事 我不得失去你冲斥 你冲斥 她是爸爸 她是爸爸 心意 冲斥 你别碰我 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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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心意 你怎么对爸爸 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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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意乖 心意乖啊 心意不能这么对爸爸 心意从小就没有妈妈 是爸爸把心意养大的 心意 你这么对爸爸 爸爸会难过的 心意 心意乖啊 不能这么对爸爸啊 心意 爸爸 爸爸 妈丽华 你来一下 什么事 你不是要找我聊聊吗 不用了 只要你把我女儿病治好 聊什么都行 我就一个条件 你要我做什么 跟我走 干什么 造炮弹 你是共产党 我是中国人 你走吧 日本人杀了你的女婿 害了你的女儿 你还要替她们卖命吗 我说过了 你可以走了 你怎么就不能为自己的同胞 做点事呢 那我告诉你啊 你是抗抢打仗的 我是搞企业的 咱们各司其职 我不希望你介入我和别人的矛盾 我也不希望参与各党派之争 这是我做事的原则 懂吗 走吧 你要是不跟我走 我也不走 不走 好 把电话撂下 还想出卖同胞 你也有打电话报警吗 我要是抓你们门口一喊 全来了 我是打电话 给玉花山的吕老板 让他们赶紧给我找用人 既然你还有这么一点良心 就应该跟我去抗日 跟你抗日 那我那几百花山怎么办 你开支啊 都带去 去根据地 幼稚 你既然不跟我走 那我只能绑你了 你们共产党就这么办事啊 眼看着一个病孩子在家里犯病 把家里大人抓走 行 我也可以暂时留下来 你多久想通了 我就多久带你走 你留下来病倒是好了 可我们全家人脑袋没了 这是这个月的工资 好了 又下了个月 走吧 你真是个铁杆汉奸 等等 走的时候请你不要惊动 心意 谢谢 你 你怎么回来了 这个老顽公 我恨不得把它给剁了 你 你 你是不是和我老师顶上啊 你给我倒水去 好 怎么 怎么就这么难呢 我明儿就回根据地去 我明儿就走 来来来 水来了 来 喝水 孩子 爸爸明天就给你报仇了 我发过誓 会亲手杀了他的 你好好睡觉 快好起来吧 快好起来吧 文军司令部 写 郑重宣告 将 强暴中国妇女 强杀英国公民的 日本县兵队 第三队长 就地枪决 立即执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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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 嗯 为什么害我女儿 啊 为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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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开的枪 不 不是我开的枪 不是 不是开枪 我没开枪 我没有开枪 我这 不是我 小岛君啊 真的谢谢你 你帮我把这个仇给报了 以后用得着我的 在所不辞 曹擦 对不起 小岛君啊 你 你不用难受啊 你 你帮我把仇报了 我这心里就好受多了 知道吗 总算好了 把他给杀了 怎么样了 真是小鬼子为了曹华礼杀了自己人 干脆啊 咱们把曹华礼和小岛都干掉了 意了不意了 你想什么呢 那绝对不行 咱们的主要任务 是要调查小岛来进的目的 小岛居然为了曹华礼能杀了日本人 这也太魄力了吧 那就说明他要求曹华礼办的事情 非常重大 我建议咱们把天津所有的事物 先放一放 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到小岛的事情上 我同意 你给重庆打个报告吧 这个我知道 老大 你哥被杀了 咱们是咱太保少一个 谁看到 你姓曹的案件 他妈的 汉奸也敢欺负咱们 咱们十三太保 就没有收过这样的欺验 就是 对 弟兄们 在 在 就是我弟三池也要把这个姓曹子 给我找出来 给六弟陪打 就是 对 过来 你 看看咱们还有多少枪 好 你 集合所有的人 封锁所有的县道 一个人一个人的给我查 是 包括你们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给我听着 把姓曹的给我找出来 碎尸万顿 一定要给六弟报仇 是 听见了吗 明白 明白 我干 为什么林茂还太子 小岛巨长 您的要求是为了安抚住曹华里 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事关帝国大业 不能有丝毫审失度吗 小岛巨长 我知道您和曹先生的交情 但他毕竟不是我们日本的国民 现在已经安抚住他了 又保住了我们帝国军官的命 更何况 他是您的侄子 这件事 千万不能让曹华里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话 你不了解他的个性 他看上去胆小如鼠 但我真不能想想 但我真不能想想 他知道了后果会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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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